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这个视频我准备回答两位网友的问题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先做一个重要通知 在这个月,也就是4月26日 我们会在伦敦市中心召开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就是对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会议的名字叫中港台政治国际研讨会 这个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中国民主党 这个联合,全国联合总部的领导人 我以前已经说了 包括汪敏先生,王熙泽先生和各位副主席 还有其他的各国的欧洲的或者澳洲日本等等各国的 这些这个党部的这个领导人 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就是其他的 海外的这个民运组织的领导人 比如说是中国这个民政啊,民连政等等啊 非常的多 其中还有那个来自台湾的很多学者 大学教授啊,媒体主播等等的 嗯,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 虽然你不是代表,但你可以旁听 这个我们欢迎,因为中国民主党 我们一向是秉承就是公开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以我们不排斥外面 哪怕你是中国大使馆来的啊 你只要告诉我你是中国大使馆来的 我们都没关系 你进来,嗯啊,我们欢迎你 嗯,那个呃,甚至你有什么提问 你都可以在现场向这个代表提问 因为本身就是研讨会 现在大家都知道 由于乌克兰危机发生 嗯,整个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在这种新的形式下 那么中国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 都是应该有一些新的思路 这一点呢,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么如果你不是我们党的党员 但是你想来参加,你想旁听 你给我发邮件 我这个邮件呢,有一个专门的邮件 那就是说UKChina2000 然后at,然后gmail.com 嗯,我会把这个邮件发在这个上面 啊,写在这个上面 嗯,那个 你给我发邮件 然后呢,告诉我你的名字啊 你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会把这个具体的会议的地点啊 那个发到你手机里面 或者发到你的邮件里面啊 这个地点就在市中心 在那个离堂街 大概走路15分钟 20分钟左右 市中心啊 那个在一家那个酒店里面 嗯,我到时候呢 会把这个具体的地址发给你啊 同时我也会可能提一些 很简单的要求吧 比如说服装要整洁啊 啊,比如说 嗯,那个要听从保安人员的 嗯,那个安排啊 等等这些我想都是尝试 大家都应该知道啊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呃,大家也能够呃 看一下,领略一下 这些呃,海外民运呃 是怎么呃,工作的 啊,下面呢 我就要回答几位网友的问题 其中一位网友 我也不知道他是大陆来的 看这个形式 好像是从中国大陆给我发的邮件 呃,他说 哦,黄先生您好 我是刚发现您视频的新听众 关于拆迁问题 我想要听一下您的意见 我老公在初中的时候啊 就是家里呢 曾经被强拆了 然后 他老公的父亲啊 不同意 和这个政府的 这个强拆人员发生了冲突啊 那个他的父亲的身体呢 被殴打 被他胳膊也打坏了 最后呢 被判为残疾人啊 有残疾症啊 现在呢 因为这个 这个他老公的父亲呢 因为生活变故啊 情绪抑郁 也就抑郁了 从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最后呢 就导致那个 就是得了绝症 最后已经去世了 那么他的问题是 请问 像这样的情况 他能够申请政治庇护吗 请回复 呃,那么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你这里呢 像他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父亲本人来申请政治庇护 那 那么经过一些 那个 把他的这个故事 经过一些梳理的话 啊 只要方向走对的话 啊 那是可以申请政治庇护的 而且也是有很高的成功率 为什么我说很高的成功率呢 呃 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前吧 两个月前 我有个客人 啊 就是申请 土地拆迁了 嗯 他呢 呃 在法庭上呢 被法官批准了 呃 他一家子 包括他的老婆 他的孩子 全部拿到 那个正式的难民身份 所以 呃 这个 拆迁问题 还是呃 能够批准的 呃 重点的是啊 是和政府发生冲突 迫害你的对象 不是某一个什么什么呃 人而是政府 也就是警察 但是呢 你这里呢 提到的 主要受害人 实际上 是你老公的父亲 你说你老公 能不能申请政治庇护 这显然是不可以 这个原因 我想你多看看我的视频 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老公本身并没有 直接受到迫害 也不是直接的 当事人 也不 我所说的当事人 就是和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由于这个冲突 他本人受到了 一个政府 整个社会体制的 呃 压迫啊 迫害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呃 如果你仅仅是凭你这几句话 我就告诉你啊 他是不能申请政治庇护 当然了 他可以申请 啊 他可以把以后 他本人是不是也受到这方面的事情 说出来 他父亲的事情 作为一个背景材料 告诉移民局 这不是说他不可以申请 我这里说的不可以 是指成功率 因为你申请政治庇护 你总是希望成功的吧 拿到五年的合法居留 五年以后转永居 对不对 呃 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给你这个回复 那么 还有一个回复呢 我想谈一下 有一个人呢 他给我发了 人道主义庇护问题咨询 那他写了很多 啊 前面给我写了 那个 然后呢 昨天又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我刚 今天这两封邮件 我觉得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发出来的 呃 今天他给我发了 他说呢 那个老房您好 我继续观看了您的一些视频 啊 我怕上一封邮件没有讲清楚 他在这里呢 要继续表达 第一他承认 他说我确实和政治挂不上边 我缺乏政治头脑 所以呢 有些脑子过热的发言 主炉啊 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或者让广大中共网友给我设立了人设 被人当枪使 啊 那么我就具体不说了 啊 他说他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言论 涉及到女前 女权 还有性别认同啊 就是同性恋 等等的种族问题 他都发表 他说他呢 目前在网上是被动走红 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想做网红 但是呢 他被动 就是别人把他当网红 也就是说他的隐私在网络上暴露了 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威胁 在这里呢 我呢 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的感觉 你可能在心理 你的心理状态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我倒是希望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进行一些心理咨询 当然了 你说呢 好像你也给那些法律热线打电话 他们也建议你 如果你害怕泄露隐私 那么你就不要使用互联网 那这个也很被动 对不对 但是我问你 你不使用互联网 但你以前造成的这些伤害 你怎么样得到解决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找心理医生 当然了 这里面可能费用很高 你说呢 你也没太多的钱 对不对 这些人呢 都在往你身上泼脏水 甚至呢 你呢 都已经萌发了要自杀的念头 我在这里呢 我就呢 别的呢 我就说不出什么 但是呢 你主要说的是人道主义保护 也就是说 你想使用这个理由 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我认为你给我发邮件的问题 可能主要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第一 你只要能够入境英国 那么你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同时 提到你这些人权的问题 但是 你前面说了 你跟政治没有挂上边 其实我觉得你过于武断了 因为你后面提到的一些 你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种族的问题 女权的问题 同性恋问题 这都是属于政治范畴 这个人权属于政治范畴 所以你说你和政治没有挂上边 我觉得呢 你可能是有一些误解 我认为你和政治是挂边的 你可以申请政治庇护的 同时你可以把你这个 在人权被动走红 在网络上的事情 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 受到了什么样的攻击等等 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完整的梳理 成一篇完整的故事 然后呢 去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我还是前面那句话 就是上面一个网友的问题 我就告诉他了 你这个问题我也告诉你 你如果申请政治庇护也好 人权或者说是人道主义保护也好 你一定要告诉移民局 你的迫害是来自于政府 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 不是虚幻的 一定要是来自于政府 这一点呢 千万要记住 很多人呢 他们申请政治庇护呢 他们以为就是避难 避难 避难 所以非常广泛的去理解避难 所以老公家暴 我是跑到英国来避难 做生意亏本了 亏了亏了多少钱 现在呢 走投无路了 所以呢 躲到英国来 我是来避难来的 这是批不准的 一定要符合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五种原因 难民他有定义的 政治原因 宗教原因 种族原因 国籍原因 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的成员 这个所谓某一个社会团体的成员 比如就包含着同性恋 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呢 其实呢 你很多网友给我发 那个邮件 就问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避难 我那个问题可不可以避难 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你能不能入境英国 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的差的 他们的人权标准 远远就达不到西方文明社会的这个标准 虽然他经济现在很强大 但是呢 他这个人 这个人道主义 或者人权的 基本人权的保护 这个标准是相当的低 因为他是独裁政权 那他是一党专制 他为了维护这个独裁政权 他必定要侵犯人权 否则他这个政权是会被人民给推翻掉的 那制度会垮掉的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你如果作为一个从独裁政权 独裁国家 跑到国外 跑到西方国家 你申请政治庇护 你肯定是有理由的 不要先武断的说 我跟政治不挂边 挂不上边 其实你刚才说 我跟政治庇护 但你后面一说的东西 其实都是政治问题 这一点呢 我就今天再强调一点 我想今天我也不多说什么 因为我这个感冒就一直没好 这个鼻子呢 就是也不通气 所以说话呢 也难受 但是呢 我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最后我希望在4月26日这一天 我能够看到大家 不管你是不是党员 哪怕你是一个留学生 不管你是男是女 我欢迎到我们这个国际研讨会的现场 你来参加一下 那个看看海外的这些民运是怎么回事情 我们这个不会说是不欢迎你 这个大家不拥有过多的这种那个想法 过多的那个或者担心 你仅仅做一个旁听者 你来参加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会议容纳 可以容纳近百个人 我相信如果你们来呢还是有座位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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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